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 母亲窗前灯下做针线活的情景宛如作息 而我已不用母亲再为我被冬衣预喊 相比之下 只要日日能收到母亲安好的消息 就是最大的威竭 今晚为您读三浦遮廊的文章 母亲的消息 邀您共赏 昨天 乡下的母亲来电话说 东京这里是用不着棉外挂了 让送回乡下去 正赶上管电话的妻子出门了 却大女儿接了电话 转告给我的 什么棉外挂 女儿问 大女儿和几个妹妹不同 她是在乡下 而不是在东京的医院出生的 许是母亲抱着带大的缘故 母亲的一口家乡话大体都能听得懂 但有时也会遇上不懂的词就给难住了 母亲说的棉外挂 就是厚厚地续了很多棉花 不带翻领的棉袄 每年到了秋季 母亲都亲手做好 寄到东京来 即使在盛夏我工作的时候 光穿贴身的汉衫 外面不加和服就感到不踏实 母亲做的 就是套在工作室穿的和服外面的棉外挂 母亲六月一到 就满八十岁了 但依然自己做针线活 虽然不能像从前一样 做夹衣跟和服短外挂了 但像家常外挂和小孩的下衣之类 不要别人帮助还是能做的 连穿针引线也都自己来 一次认不上 便把老花镜夹在鼻梁上认她几回 即使我回乡坐在她身边 她也从来不叫我帮她认 看不过去 说 来 我给您认 母亲就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呵呵地笑着说 真的 这阵子 眼睛不中用了 由于母亲的眼力不好 做成一件棉外挂需要很长时间 入下一个月后的渝兰棚节 全家回乡 差不多该返回东京的时候 母亲就像忽然想起似的 从什么地方 找出我的棉外挂 开始拆洗重做 不续那么多棉花也成啊 东京没有这儿了 我每次都这么说过之后才回来 可是到了十一月 打开母亲寄来的快件邮包一看 同往年一样 棉花续得 鼓鼓闹闹 记得小时候 母亲坐在居室草席上 铺开棉被或棉袍絮棉花 我望着轻柔的棉絮 飘落在母亲的双肩上 我想 多像棉花雨啊 眼下相间已是下双季节 母亲感到后背凉嗖嗖的 所以 才不知不觉 把外挂的两肩 续厚的吧 不管怎么说 母亲坐好这件外挂不容易 我就穿着它 过上一栋 其实 即使不穿棉外挂 这四五年来 我已胖得发蠢 再套上它 自然就更显得 远古伦敦的了 这副打扮 实在见不得人 不过 在家里 还倒没什么妨碍 也许 我是在炉火旁长大的 对炉火和火炉之类 总觉得难以适应 整个房间暖起来 就头晕发困 因此 至今入冬后 也还是只剩被露 可是 即便是东京 深冬的黎明时分 外面的寒气 也会侵蚀双肩和后背 在这种时候 有这件棉外挂 可就得记了 穿上母亲坐的棉外挂 无论多么冻的夜晚 两肩和后背 都不会觉得寒冷 服在被炉上 打个盹也好 合一睡一觉也好 都不会感冒 夜里穿它出来 还能顶件短大衣 棉外挂的布料 大部分是母亲穿旧的和服 母亲已年近八十 那些和服大体上 滑色都嫩了些 不过想穿还是可以穿的 母亲把这些和服拆开 给我做棉外挂 一旦做好 就用包裹寄来 包裹里肯定会有封信 上面像记录似的 写着这是用何时穿过的和服翻改的 曾穿着它到什么地方去过之类的话 末尾还要注上一笔 还是挺不坏的东西呢 看上去料子诚然是上等货 无奈已经很旧了 加上我毫不吝惜地当工作服穿 每到开春 袖口和下摆就都磨破了 一窝的里子占了线 一斤磨的油光 棉花打成了细小的球 从后背和尖头冒了出来 每到春天 我都想 这东西的寿命该结束了 便送回乡下去 到了秋天 母亲又翻改好记来 干净利落 焕然一新 同以往一样 棉花续得满满当当 我问同母亲通了电话的大女儿 别的还说了些什么 奶奶在电话里说 这回你们又蒙我呀 我可难过了 大女儿告诉我 母亲是这么说的 声音可没劲了 奶奶好像不大行了 我听后笑了笑 摇头说 不过 那是没办法的事啊 听我这么说 大女儿也摇摇头 是啊 没办法呀 母亲近来身心不佳 她长期以来 一直是病膜缠身 心脏不大好 轻微的心脚痛 时常发作 一收到邀请她来的信 还能立刻乘上 十来个小时的长途火车 来到东京 而今 连这也做不到了 看上去 母亲并不显得 比从前弱多少 听说从前 当问医生 去东京住几天 是否可以时 医生会立即回答说 请去吧 还总是 按在东京住的天数 给她要 而最近 却同情地说 怕是太勉强了 还说 想去的话也成 但对后果 可负不了责任 母亲本来觉得 没啥了不起 但对于 长途旅行的结果 当然自己也没个准谱 生怕给周围的人 带来麻烦 便只在想想家中转悟了 大女儿降生时 母亲67岁 母亲说 我在这孩子上小学前不死 孩子上了小学 又说小学毕业前不死 实际上 母亲都如愿以成了 如今 大女儿小学毕业了 母亲也许是感到了疲惫和衰弱 这回 没说等到中学毕业 只说 想看看大女儿 去参加中学的 开学典礼 无论如何也要来的话 就请来吧 我们这样给母亲回了信 当时决定 由妻子去乡下迎接 然而 没想到今年初春的寒气 在母亲身上引起了反应 加上三月过半 住在新县小千古的一个叔父 突然去世的消息 又是一次冲击 这个叔父 是庆英艺术大学毕业的医生 年仅66岁 就怀心肌梗塞突然故去 叔父搬到小千古之前 曾在横滨的鹤县区住过很久 我的哥哥和姐姐受过他不少照顾 今年秋天 我们打算一步步踏着 匆匆为自己结束生涯的 哥哥和姐姐们的足迹 写一本长篇小说 来记载我一家不祥血统的历史 所以有很多情况 才传达了舒服的复告 母亲发出了滴滴的悲声 但又出乎意料地 用沉着冷静的声音告诉我 雕验时要注意的事情 并托我给叔母和堂妹带个口信 接着是一阵沉默 当我开口又讲话时 母亲说 听筒正紧紧地贴着耳朵 说话别那么大扫门 然后又突然讲起了年轻时的一件往事 这是件没什么意思的往事 叔父健在时 母亲每次去东京 叔父都请她吃冰激凌 有一回因为太凉 吃不惯 母亲不住地咳嗽起来 阿吉还笑话我吃冰激凌咳嗽 是山巴郎呢 像唱歌似的母亲的声音 渐渐微弱了 突然又传来放下话筒的声音 山巴郎大概就是山巴佬吧 我们家乡是这样称呼山里人的 从那以后 母亲完全丧失了精神 看样子 实在无法到东京来了 于是我决定 春假期间 全家一起回乡去看她 当车票已买好 也通知了回家的日期 就在出发前两天 二女儿突然发高烧病倒了 为此回乡的事只好作罢 母亲说我们骗她 指的就是这件事 本想这回把穿破了的棉外挂 随身带回去 可现在 却依然放在身边 恐怕母亲 是在一怒之下 才叫赶快寄回去的 母亲做针线活时 总爱在嘴里含上墨茶糖 我买了一袋 放进棉外挂里 我一面打包 一面想 即使这样 静些日子 也要回趟家 青青青山万山 绵绵云上云 构香花开枣 百里也巨香 满满西洋里 游游的生羊 生生鸟鸡轨 吹烟小村旁 此木手中仙 游子身上衣 离心迷迷风 一空痴痴鬼 少年离家去 光阴似水流 年年灯高处 相关随随仇 窗头明月照 窗里烛光有 娘亲一门王 游子都平安 窗头明月照 窗里烛光有 娘亲一门王 游子都平安 春去秋来 岁月如流 游子上漂泊 大名月照 昏月尔时 家境幸兴 光景王如锁 眸无所 门前一树 树地迷藏桌 老只听鸟 小船有余 曾把仙倾注 春去秋来 岁月如柳 游子上漂泊 回忆二世 夹天星星 光景我如昨 某山船 门前一树 树地迷藏桌 老只听鸟 小船有余 从把仙倾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